分析到整个岛阁案的过关之后 应该说没有成功之后 展现就是新民意义 这句话是今天王金平院长自己说的 那么人民对于新民意的期待是什么呢 拼经济吧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 民进党显然并不愿意收手 接下来要来罢免马英九总统 接下来还要努力做什么呢 还要来在这个朝野协商的部分 完全不参加 反而是不是就推不动 这样作为民进党内部 大家都是支持赞成的吗 我们请陈议员来告诉大家 民党内部完全没有别的声音吗 我们看到这阵子主席不断撂狠话 不断将会上台 就是不让他上台 但是其实在昨天第一时间 属于贬系的蔡黄就说了 导干如果不过 应该让江会上台 属于谢系的管闭点说 应该让江以化上台 那么新潮流系的蔡仪昌 也认为说呢 这个导戈成败跟上不上台 不应该再做连结 内部的矛盾应该出现了 我就讲了嘛 苏珍商考虑的是他的选举 就是党主席连累的选举 他们三位考虑的是 他们在民间的选举 那民间的现在大家都被 对这个正式ABC都有一种概念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是高志鹏跟柯姐明 马上出来开说 要继续要用罢免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赌徒心态你知道 叫输拨大 反正我已经前面输了 我就越拨越拨 这个希望他们如果要这样弄 他们想清楚 我觉得真的要想清楚 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得到 人民的支持 那苏珍商这句话 那表示什么 他们要讲的宪政秩序 宪政秩序 这个就真的是回宪 真的是回宪 而且这是要赖皮 我想苏宪院长 在苏珍商做过 他做过民意代表 做过首长 做过甚至行政院院长 隔壁都做过了 也参与过总统 副总统 如果他用这样的方式 来说服人民的话 那谁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静底领悟 用耍赖皮的方式的话 我觉得这是 这是国之不幸 那不过民进党 这样子的方式 我认为 刚才出来是寒爽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 这个国东在广告时间也讲了 连倒阁的门槛都过不去 你怎么可能用罢免 那你明知道不可而为 你用倒阁我之认同 这是宪政手段 因为他不让格会上去 可是现在你要用罢免 总统的方式 那根本就是乱了套 那他们要去这样做 其实我们如果说 私心一作祟的话 我们应该偷笑一下 对于国民党 我们只是看戏的份 让你去演吧 你如果有本事罢免 你去罢 可是像这样的状况 我所担心的是这个 如果说他们要去罢免 我也不在乎 甚至于他们走上街头 我担心的是这个 如果苏贞昌生的意志 可以贯彻在 这些立法委员上面 还要做杯葛 还要做抵制的话 再让江葵不上台 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的国家 真的会被这些人搞垮 那至于他们三位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见解 其实他们是明眼的 他们在 基层在跑 他们有温度 他知道百姓不希望 国阵空转 所以苏贞昌真的要搞清楚 你的连任没有这么重要 中华民国 台湾的前途更重要 好 不显然对苏主席来讲 他的连任才最重要 他管其他人的一个未来 所以苏主席该该 为消费民进党 消费台湾 赶紧下台来做负责 还是继续的乱下去 团队团每天同时间 继续带大家来做 最新的政情分析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 咯 好 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